針對張營的經營權之爭 日前高等法院更一審判決 台新金勝訴 而長達十五年的張營案爭議 該如何解決呢 行政院長蘇晟昌首度表示 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不會把張營落到台新的手上 而台新金也表示 願意配合不吃虧退場 希望儘快跟財政部和解協商 希望我們能夠拿第一名 台新金控董事長 吳東亮的第一名美夢 在二零零五年實現 用每股二十六元拿下彰化銀行 百分之二十二點五的持股 成為最大民股 財政部則是第二大股東 在二零零五年扁政府的時代 張營當時是大虧的狀況 所以當時邀請了台新金 能夠入主張營 來解決張營 他財務上面的困難 台新金在扁政府時期 獲得承諾取得張營的經營權 然而政黨輪替之後 馬政府時期財政部長張聖和 不支持台新金掌握張營的經營權 和販工股事業聯手加碼買進 張營股份 最後台新金失去了經營權 台新金則向法院提出 確認財政部和台新金 邀約存在的民事官司 日前高等法院更一審 判決台新金勝訴 行政院長蘇貞昌首度對糾纏十五年的 張營案表態 台新金也回應願意配合不吃虧退場 希望儘快跟財政部和解協商 外界認為台新金退場張營有四種方式 分別是一張營價工股金控 二國庫編列預算 買回台新金的張營持股 三財政部找各機構團購 台新金的張營持股 第四 張營發特別股 買回台新金的張營持股 再註銷股本 如果今天是高於市場行情去收購 有沒有圖利台新金的問題 如果低於市場 或者是跟市場一樣 台新金願意虧損 之前收購的這個價格來出售嗎 這些就會是將來 反而還會再產生諸多糾紛 可能的問題 退場方式不少 但每個方式都不容易 就看最後能不能有完美結局 華視新聞 蘭麗文 潘建任 台北報導